在遵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防疫规范下 大人科技大学办理八场次高教生根计划论坛 探讨疫情下的教育学 第一场次的主题为教育学在疫情时刻的转化与思考 由副校长林爵士担任主持人 大人科大校长郭代皇 及平荣高中校长徐福祥担任与谈人 透过对话分享疫情爆发后 教育模式的因应与改变 疫情的来临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机会 大人科大在这一次的疫情的挑战之下 让我们转换实体的教学变成线上教学 而且不只是一个转换 是让我们的线上教学 远距教学更升级 老师的教学技能 以及老师教学的内容 以及老师教学的广度 会更加的能够把它散发出 所有老师的专业的特色 透过大家一个集体的智慧 然后分享这个成果给大家 其实学生跟老师都是一样的 都是在一个教学的一个共同体 大家在疫情之下 大家能够更加的一个学习的效果 老师也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发挥 大人科大表示 疫情时刻 学校学生 老师 面对不同以往的教学与学习方式 有关教育学的转化与思考 涉及教育的根本课题 有值的探讨与对话的价值 秉持这样的理念 学校办理八场次的论坛 作为后疫情时代 教学静静参考 那未来也希望我们能利用 这样子的学习的机会 在实体课程上面 能多多的应用数位 让学生的学习更广更有效 这边的论坛 我们也得了解到 目前在大学端跟高中端 所命到的线上教学的课程 那我们也可以知道 往后遇到类似的情形 怎么去克服在教学上 在实体教学上 跟线上教学上的差异性 论坛第二场次 以屏东大专院校的 教育学案例分享为主题 由大人科大副校长 黄国光主持 邀请屏东大学教务长 施百俊 与大人科大副教务长 高华生 分享学校在 推动线上教学的过程 所面临的问题 与实施成果 大人科大高教生 跟计划论坛 还有六个场次 将于8月11号 8月18号 8月27号陆续办理 探讨疫情下的 教育学 评论新闻 张如云 刘建荣 采访报道 刘建荣